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近日,杨子相关传闻风传 连生三胎的传闻,杨子都发律师含辟谣 近日,网上有关于杨子的素材在风传 有的说电视剧常相思剧组涉 二说杨子父亲和鹅厂前辈的事 三说,也是一个离谱到极致的料事 几位博主爆料,说曾经杨子偷偷生了三个胎儿 还说杨子现在明年也在娱乐圈内怀孕了 到了不止一个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 当看到这些谣言在网上发酵得越来越激烈时 杨子的工作室也介入,并出具了律师声明书 对谣言进行了辟谣 所以这段关于杨子的闹剧暂时算是一段话 公司的主要目标是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 公司这些年一直在涉足娱乐圈 一些大佬和他关系很好 这是他比较倾向于做的事情 比如他的老公杨子 他的小羽黄圣衣交情 杨子曾一度提拔过杨子 整体来看,杨子的私生活还是比较干净的 之前也交过好几个男朋友 虽然第一个男朋友和鹏是他的大学谈资 秦俊杰,虽然两人在一起好几年 后来因为辣汤事件,两人反目成仇 时至今日,两人男平 霍建华,这个属于黄圣衣署 两人不确定是不是男朋友 也就是杨子到战长沙时期合作的霍建华 对自己的想法有些暧昧 虽然杨子对霍建华是那种老干部男性偏爱 霍建华和秦俊杰其实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男性 但是霍建华对于杨子这种小姐姐类型的小女生 真的不是很感兴趣 毕竟作为童星出道艺人 从娱乐圈前辈的形势下 通过自己的努力 比如采山工人将军一步步爬上90后小花的顶峰 对于杨子来说 他也明白他们今天的身份 来之不易 相对来说 那些恋情真的不重要 他现在首先是从事事业 如此 我们也可以看出眼下是一心一意的事业 几乎是全身心投入事业 无暇顾及杨子的个人感受 这种三胎的造假材料 是多么的夸张和离谱 02 杨子方发表律师声明 粉丝纷纷表示支持 多个公众号也陆续发出 娱乐圈的杨子大家都知道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可爱的女演员 所以也受到很多网友的喜欢 但尽管如此 总有人想恶意曲解她 在网上发文诽谤她 让她的名声受到重大损害 6月10日 杨子工作室直接发布律师声明 要求网友立即删除所有关于杨子的不实言论 停止传播 并表示将保留对不实言论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而杨子的合理要求得到了多方的支持 有粉丝表示早就应该起诉 绝对不能软弱让对方付出正确的代价 的确不管谁看到自己的偶像受到这样的恶意 都会很生气 而这么长时间善良的杨子却选择了放过对方 甚至免于赔偿 这让粉丝们更心碎 这么好的姑娘怎么会被这样对待 不仅粉丝对此感到愤怒 不少公众号也纷纷发文支持 山东卫视官方微博称,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的 自由也是有限的,支持杨子的合法权益 我提倡不造谣,不信谣,不散播谣言,做一个理性文明的网民 并直接转发了杨子的律师声明,表示支持 除此之外,还有西安中央法院的官方微博 直接出了法律规定网络服务 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网络用户使用自己的网络服务 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 为采取必要措施的 由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并带上杨子当事人出具律师韩维权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 随后明水检察院 新城法院 淮安法院 浦江法院等多个官方 发布也发布了相同的内容 并提出了杨子的话题 这也是告诫那些造谣者和相关平台的人 要自我反省 自我反省 不然真的等不及了 一个都逃不掉 官方支持这么多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路多帮 迷路少帮吧 实际情况是 您可以找到很多从事该行业很长时间的人 律师声明发出后的第二天 他似乎不希望网友因为自己的事情 而受到影响 所以他展示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希望尽快消除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这次还是打了一张下班的牌 还是一张九郎阳光照 有人看到杨子身穿浅蓝色牛仔外套 头戴深蓝色棒球帽 戴着黑色口罩 在横店街头拍照 有的在店里 有的和小狗在街上 杨子真的很可爱 看到小狗忍不住和他合影 还给他来了个特写 更让人惊喜的是 杨子的脸蛋好到不怕嫌弃脸自拍 身材真的很好 最后 他还展示了横店的古建筑和天上的彩云 这大概就是他下班后的生活吧 他分享着他看到的风景和去过的地方 仿佛我们在陪伴着他 有这样的偶像真是太好了 我们可以和他一起走 一起看不一样的风景 粉丝们也在评论区留言 夸他长得真好 也有一些安慰他最近的努力 希望能有开心的一天 最让粉丝们欣慰的是 杨子并没有受到之前黑工的影响 依然精力充沛 他真的很强 希望他能一直保持这种开朗活泼的样子 我也劝那些恶意诽谤 造谣的黑人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或者等未来知道自己现在有多傻的时候 上法庭悔恨流泪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